因為大家都是來學習的 其實在於分享這一塊都蠻無私的 就是大家都會進行交流 我覺得這是在這次課程以外 我覺得是我自己本身最大的收穫 因為我本身只會設計 完全不會行銷 因為我們不是很清楚說 到底要怎麼操作 剛好Shopline這次跟FP有合作 因為我之前只會投IG IG的設定就很簡單 什麼性別然後興趣那些勾一勾就好 但是FP也是比較複雜 可以不要畢業嗎 不要畢業喔 我覺得線上課程的發想真的是非常棒 透過線上課程的時候 我就可以依據說我自己有空的時間 要你課題反過上課的話 我覺得是真的有吸收進去 而且它會有一個一對一的課程 當我們在後面去檢視我們的後台 有沒有什麼任何投放上面的一些問題 好比說雙重重疊 廣告預算有做自我競價的部分 也讓我們減少了很多的成本 漸漸的就是進入加減 然後也可以跟其他 就是有在操作的店家 互相交流 就可以反過頭回來去 那去檢視我們的一個產品性的 是不是受消費者的喜愛 或者是說我們關於一個品牌的定位 甚至是一個定價 像我們這種行銷白癡來學習的話 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蠻好的 不管我問的問題是很顯的還是很深的 都會有團隊就是小公仔的成員 就是幫我釐清問題 因為我們自己網店是使用小公仔 我覺得這樣子是最貼近的 就是你去外面上其他的課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 就是可能還沒有辦法 這麼直接的touch到